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赞美他 愿以色列因造他的主欢喜 愿西安的民因他们的王快乐 哈利路亚 阿们 赞美我们的神 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起立来赞美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 我们自由的来敬拜我们这位爱我们的神 爱我们的主 我们欢迎圣灵来触碰我们的心 欢迎圣灵来充满在这个地方 欢迎圣灵触摸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开启我们的灵来敬拜这位爱我们的神 拯救我们的神 哈利路亚 家习里送你亲自来宿主 神灵我们欢迎你 欢迎你 神灵我们欢迎你 欢迎你 触碰我的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亲爱的圣灵 这时候你触碰我们每一个人 会中当中我们心中有忧愁的圣灵 这时候你来安慰我们 你来做工 你来触碰我们 你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把所有的忧愁都放到耶稣基督的脚下 让我们今天我们要开启我们的灵 我们的心 我们担当以心灵和诚实的来敬拜你 亲爱的圣灵 我们欢迎你来 欢迎你来触碰我们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赞美我的主 主圣灵是配的赞美的主 神灵 这时候我会赞美的清晰 神灵 这时候我会赞美我们的灵 神灵请你来 重溫在这里 帮助我们的灵 我渴望更认识你 更深的经历 心灵请你来 改变我心意 盖我眼睛 盖我恩 让我更多人是你 圣灵请你来 圣灵请你来 充满在这里 我渴望更认识你 我渴望更认识你 更深的经历 圣灵请你来 改变我心意 开我眼睛 盖我恩 让我更多人是你 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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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灵归我 圣灵 圣灵 圣灵归我 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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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灵归我 圣灵 圣灵 圣灵归我 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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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更深的经历 圣灵请你来 改变我心意 开我眼睛 开我耳朵 让我更多人是你 我呼求圣洁 圣洁 圣洁归我足 我卷宠你荣耀 荣耀 荣耀归我足 我呼求圣洁 圣洁 圣洁 Pourquoi have loves Holiday 圣洁 圣洁贵 ��得决策 主不求神殿 神殿 神殿 鬼 落 出 我最终的荣耀 荣耀 荣耀 鬼 落 出 我们开启我们的口 自由的警报我们的神 神是爱我们的 神从不离弃我们 祂带领我们每一天每一天的度过 都有神的抗顾 神的同在 神是配得我们感恩 我们赞美我们敬拜的神 我们要开启我们的口 我们向神来感恩 向神来赞美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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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祢的带领 让我们每一天的度过 都有祢的带领 主啊 我们亏欠你 我们在生活中我们时常亏欠你 主啊 我们做了许多故意的事 我们做了许多得罪你的事情 主啊 你怜悯我们 你赦免我们 主啊 你怜悯我们 主啊 你开启我们的心 今天早上 你就开启我们来自由的敬拜 主啊 还有看到许多多的 他们的心被蒙蔽了 他们的心被蒙蔽了 主啊 你这时候要完全的放开 分开 分开 让我们的心完全的自由的来敬拜 哈利路亚 主啊 你是基安 这时候你要触摸我们的心 触摸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开启我们的心 来敬拜你 自由的敬拜 自由的敬拜 这位爱我们的主 主圣灵我们欢迎你来 欢迎来触碰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都要被你得罩 荣耀 荣耀归 我主 我不求圣洁 圣洁 圣洁归 我主 我尊重 祢荣耀 荣耀 荣耀归 我主 荣耀归我主 荣耀归 我主 荣耀归我主 我主 哈利路亚 荣耀 感谢耶稣 感谢神经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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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把所有的荣耀 奉赞 赞美地归给我们的神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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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阿荣耀 归于我们的神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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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黑暗的时代里 我们依然要大声的赞美我们的神 在你宝座前 在你宝座前 我献上我的敬拜 我刚去山上眼神 敬拜愿旧恩 归报座上的神 在你宝座前 从天是佛福敬拜 来往过往往 在天上说愿旧恩 归报座上的神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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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恩荣耀 都归于我们一生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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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他全能 都归于我们一生 直到永永远远 在你宝座前 我献上我的敬拜 我刚去山上 仰神 敬拜愿旧恩 归报座上的神 在你宝座前 从天是佛福敬拜 让万国万万 在天上说愿旧恩 归报座上的神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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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恩荣耀 足够于我们一生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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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罚全能 足够于我们一生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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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羞恩荣耀 祷备于我们一生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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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祷备全能 祷备于我们一生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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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恩荣耀 祷备于我们一生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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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祷备全能 祷备于我们一生 祈祷永永远远 祷备全能 祷备于我们一生 祷备永永远远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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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高举祢的名 我们要荣耀祢的名 主啊 祢来 来到我们当中 祢的宝座设立在这里 我们要高举祢 我们要荣耀祢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祢是荣耀的君王 祢是荷平之主 祢是天地 万有主宰 唯有祢神贴公益 天使都向祢归下 祢是荷平之主 祢是荣耀的君王 祢是荷平之主 亲爱的人 祢是何必自主 祢是天地环游主宰 唯有祢圣洁共赢 天使都向祢归下 敬拜尊重祢 祢会在祢游泳 甚至道 祢是主耶稣基督 祢是荣耀归于道位祢之神 祢是荣耀归于万万之万 祢是荣耀归于智高聖 祢是荣耀归于荣耀归于 Гос 祢是荣耀归于智高聖 你是和平自主 你是天地 环游处杂 唯有余生皆共鸣 天使都向你归宵 敬拜这聪明 因为在你永生知道 你是主耶稣基督 阿撒纳归于大卫的自身 阿撒纳归于万万之万 愿荣耀归于至高生 耶稣基督 阿撒纳归于万万之万 愿荣耀归于至高生 耶稣基督 阿撒纳归于大卫的自身 阿撒纳归于万万之万 神喜悦看到每一个孩子 来荣耀祂的 阿撒纳归于至高生 耶稣是名才 阿撒纳归于万万之万 阿撒纳归于大卫的自身 阿撒纳归于至高生 阿撒纳归于万万万之万 阿撒纳归于万万万万万万 阿撒纳归于万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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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父神我们谢谢我们赞美你 清早的时候 你召集你的孩子们 在这个会所当中 来敬拜你 主我们谢谢我们赞美你 你的慈爱全到而远 你的信实直到万代 我们要感谢我们赞美你 主啊 万国都要敬拜你 万民都要赞美你 哈利路亚 主啊 你是配了我们赞美的 你是配了我们赞美的 清早的时候 孩子们都到你的面前 孩子们都开启我们的心 要领受你对我们说话 主啊 求主你 借着 慧气牧师的口 让你的话语 临到我们每一个人 让你的话语来刺透我们的心 让我们 在我们领受你话语之后 我们要行出来 结果30倍 60倍 100倍 主啊 我们谢谢你 清早的时候 愿你祝福 整个的崇拜 让你的 话语 传遍 每一个 人的心中 我们感谢你 祷告 是奉主 耶稣基督民求的 阿们 我们一起读 主导文 我们在 天上的福 愿人都捐 父的名为圣 愿父的国降临 愿父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 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没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 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 凶儿 因为 国度 全病 荣耀 全是富的 直到永远 阿们 我们一起唱 荣耀送 但愿荣耀 让我们的死 我们的爱的 祝福的家 佛的家 佛的家 祝福的家 祝福的家 所有的家 仗主的家 社 永无穷极 阿们 阿们 哈利 荣耀 荣耀 个月圣 慧众 请就 好 现在我们进行奉献 我们请奉献员进前来 收奉献员进前来 然后我们也请多媒体主播放 我们的谈会的报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向你感恩 我们向你诈美 你在我们生活当中 我们一切所需的 你都赐给我们 求主你赐给我们一颗 刚心热意的心 把你所赐给我们的 我们要献上 做教会一切的使用 我们谢谢你 使你的家有粮 我们将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的 阿们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 耶利米苏十七章五之十节 耶利米苏十七章五之十节 耶和华如此说 耶和华是检查人心的 是愿人肺腑的 要照个人所行的 和他做事的结果 报应他 愿神祝福 凡听他话语的人 现在我们请牧师 做讲言介绍和做补充的报告 好 弟兄姐妹们 大家早上好 大家早上平安 感谢主 今天早上全场爆满 我们看看后面 既然还要拉开我们的铁闸 所以这是好事 告诉你弟兄姐妹们说 看到你来聚会 我很高兴 跟你旁边酒用铃舌说 看到你来敬拜神 我很高兴 看到你跟我一起来聚会 很开心 所以弟兄姐妹们 这是美好的时刻 我们可以一起在地上 一起同心的敬拜 很快的 我们就要分手了 因为我们要分 华语崇拜 跟福清话崇拜了 所以我们会在五月份 五月二号开始的时候 五月二号圣餐主日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会恢复 两堂的崇拜聚会 因为我们现在的情况 已经快要不够做了 而且我们已经联合太久了 所以是时候我们该分开 让福清话的弟兄姐妹 特别是年长者 可以继续 听福清话崇拜 好吗 我相信长辈一定很喜欢 能够再回到我们福清话的崇拜当中 接下来我们会有一点调整 就是五月二号 我们的圣餐崇拜 华语崇拜 跟线上直播 我们是九点 九点 不是下个礼拜 是五月二号 你不要下个礼拜九点来 九点来也可以 他们来set out东西 你来这边先祷告一个小时 所以我们是五月二号 开始早上这一堂 是九点 直播也是九点 所以那一些线上弟兄姐妹 如果你习惯十点的 你一样可以在十点的时候 打开你的手机 tablet 电脑或者电视 在十点的时候 还是可以参与我们的聚会 还有我们的福清话 是十一点 我们的崇拜会设计在一个小时半里面 所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其他讲应该没问题 对我来说是个挑战 所以这个是一个补充报告 我们的主日学 教会的主日学会在五月二号开始的时候 也会移回到十一点钟 恢复正常以往我们的时间 还有我们五月九号是母亲节主日 还有我们在招募小组长 所以那一些弟兄姐妹 我们希望可以有更多人 愿意起来担任小组长 来帮忙一起做牧养 教导 培训 跟带领的工作 那么我们教会呢 在来临的这个星期 我们的聚会团契节目如下 星期二晚上平淡小组八点 是有分享会 星期三教会门训祷告会 是看会有指南 第八章教会 师母分享 还有星期五成年团契 是茶经 星期五还有清晨团契八点 是信仰与职场的讲座 林玉文弟兄分享 星期六少年团契 是联合教区少团联合聚会 青年团契星期六 八点是认识基督教教义 另外姐妹会 星期六下午三点聚会 庆祝母亲节 那其他的就请大家自己过目了 我这里特别要欢迎一下 什么 母亲节不是下个礼拜 对不起 母亲节是五月八号 母亲节 这个姐妹会 我们是两个星期一次的聚会 对不起 姐妹会是两个星期一次的聚会 所以是五月八号 我这里特别欢迎一下 我们的正会亲牧师 还有他两位妹妹 会分会场在我们当中 我们请他们站起来一下 好不好 掌声欢迎他们一下 请坐 我在这里简短介绍一下 我们的讲员 因为可能线上很多弟兄姐妹 不知道我们的讲员 正会亲牧师 大有来头 可能不知道他是何方神圣 当然他的神是神圣的 但是我们神圣的神 重用他的使女 过去他是马来西亚新闻从业员 2002年 经历上帝奇妙在他生命中的更新 医治跟释放的工作 从此现身 委身在神的事工 2009年 在美国使用教募学硕士课程后 投入全职服饰 2009年按目 2011年开始 2011年开始至今 我们看到十年过去了 神透过他开展玻璃海事工 那么他特别有负担 就是在这个幕后时代 传讲祷告 传讲与神建立密切的关系 这一块的信息 每当我听郑牧师分享的时候 都很震撼 每一次听他分享 都会挑起我对神的渴慕 都会挑起我对神的渴望 特别是祷告方面的操练 所以我相信昨天 下午你们有参加 两堂祷告特会的 祷告课程的 一定对你很有帮助 晚上我们还有一堂晚上 祷告特会 昨天一共讲了三堂的信息 如果你错过了 可以在线上 重新再回听 我们放在视频上面的讯息 那神特别使用他 在先知启示这一块 特别是在个人服事 而且也特别在传讲神的心意 在这个幕后的时代 对神的百姓 宣讲神的作为 好吧 我们这时候 就用热烈掌声 欢迎郑慧琴牧师 来跟我们用神的话 来勉励教导分享 大家早上好 非常地喜乐 看到那么多的人 竟然能够来敬拜 这是何等大的美事 我们真是要 非常地珍惜宝贵 我们可以到教会 敬拜的一个美好的时光 哈利路亚 我今天跟大家 所讲的主题呢 就是 《倚靠主的才能站稳》 曲至耶利米苏 十七章五到十节 刚才你们已经读了和和本了 那容许我再读一次 就是我是取自新普及版的 上主这样说 那些信靠区区诗人 掌赖人的力量 心中背弃上主的 这样的人当受咒诅 他们就像沙漠中生长 不良的灌木 未来完全没有希望 他们要住在贫瘠的旷野 就是湖人居住的盐检地 但那些信靠上主 以上主为他们所盼望 所信赖的人 这样的人是有福的 他们就像种在河畔的树木 树根深入水中 这样的树不畏炎热烦恼 也不担忧连续熟悦的干旱 他们的枝叶长青 不断地借出果实 万物中最诡诈的是人心 他邪恶的不可救药 谁真正知道脱有多坏呢 但是我上主查看所有人的心 也查验人隐秘的动机 我按照个人的行为 所当得的给他们应得的报应 我们低头祷告 父神我们感恩谢谢你 你的话语常常都带来提醒 主愿我们带着一个谦卑的心 收教的心来聆听 主愿你的话语光照我们 查验我们 让我们真的是成为 倚靠主 爱神 敬畏主 能够愿意立定心之 跟主跟到最后一口气为止 能够为你借出果子 荣耀你的一个孩子 谢谢你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来看看这个背景 这五个人是谁 这五个人就是犹大国 最后的五位王 最后的五位王 没有一个信靠主 第一个是约西亚 他不听神的话 跟埃及王争战 结果就死在战场 第二个是约哈斯 行耶和华眼中看完二个事 三个月做王 又被掳到埃及 截着下来是约亚 竟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 他不听先知的劝告 背叛巴比伦 投靠埃及 最后在巴比伦 第二次围攻的时候 他被杀 他的尸体 也没去埋葬 这个对当时来说 是非常羞辱 非常惨的事 因为他们很注重 犹太人很注重 尸体好好的埋葬的 第四个是约亚经 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 做王三个月 又被掳到巴比伦 最后一个西底家 圣经也是形容 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 不听先知劝告 被掳到巴比伦 他们这五个人 都是同样的特点 不听神的劝告 不听神拆派 这位先知 耶利米的 一个警惕 警告 他们听不进去 我们慢慢来看 他们怎么样 就是在自己不信靠神 依靠政治联盟 怎么样带以色列的百姓 怎么样带犹大国 趋下灭亡 这些事情 对我们有什么冲击 有什么思考 我们慢慢来看 所以这位先知 他就奉耶华的拆派 他就宣告审判 他这个就是五到六节 刚才我已经读了 上主是这么说的 那些信靠区区诗人 靠诗人 掌赖人的力量 信中背弃上主的 这样的人当受咒诅 他们就像沙漠中 生长不良的灌木 未来完全没有希望 他们要住在贫瘠的旷野 也就是湖人居住的盐碱地 你看那张图 那个图有个矮矮的树是不是 这个树就是枯干的 树枝枯干的一个低矮的棺木 它是不会结果子的 是白沾土地的 矮矮的 然后那边右边那个图就是盐碱地 那盐碱地是如果土地有盐分的时候 那就糟糕了 因为土地的盐分 高达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呢 这个土地就不能种植 就等于废地了 荒地了 你看这张图 草木不生 生出来是枯木 所以靠人靠己 偏离神是什么结果 惹怒上帝 就受到咒诅的 各位千万我们信主 不要惹怒上帝 上帝 祂是非常恩慈怜悯的 祂一直地包容容忍我们 拯救我们 可是如果蒙救了 还是我们戒耳连山不听神的话 我们毅然固执地惹怒祂 那是不得了 自己惹祸上身 所以他们的以色列百姓 犹大百姓他们的结局 让我们去思考 前车可见 还有这个盐检地 永不结果胡盼望 贫乏固批造撇气 没有盼望的 你看盐检地种什么 那个努力白费 浪费资源 因为它根本长不出东西来 所以有这么严厉的一个警告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当时是犹大王越雅进 他试图 他抵挡这个巴比伦 他要跟埃及王结盟 所以神就差派耶利米 去警告 就是越雅进 你不可靠埃及 你不可靠埃及 你要投降巴比伦 他就不听 所以神就说 如果你不听 你靠埃及 巴比伦将会入侵犹大 你知道巴比伦是很凶残的 不得了给他们入侵过来 可是他就不听 所以当时耶利米他一直连续地发 越来越严厉的警告 他们还是不听 他多次地警告 警惕百姓他去圣殿里面也发表信息 传讲信息 他更是到王宫里面对王讲 没有人听他 很多人是笑他 描述他 离挡他 他的同乡也甚至拒绝他 他的家人也不理解他 所以这个先知是泪眼先知 他非常痛苦 非常地忧伤 没有人听他 可是他讲的预言 真的一一都失现了 当这个先知的警告预言失现的时候 那些人不是悔改 是把他关起来 所以耶利米他一生非常地艰难 他被下到监狱 他也被关到窟井里面去 羞辱他 所以真心忠心服侍主的 要非常地勇敢 甚至要面对做监牢 被人害 被人拒绝 所以昨天我已经讲了 你要好好地思考 你是不是一定要忠于神 要跟他跟到底吗 还是你要不跟 你跟要付代价 不跟也要付代价 所以我们就看 这个耶利米他的服侍 这些王 这个犹大的百姓 对我们的提醒是什么 我们来再看一下 犹大百姓的罪孽 耶利米二章十三节 新普及一本 是这么形容 因我的子民做了两件恶事 第一 他们离弃了我 这活水的泉源 又为自己挖掘破漏的储水池 根本不能储水的 你看到 Founder of living waters 这个就是生命活水的源头 我们的神是拯救我们灵魂 一直以他全员 完全 不会断绝的火水 滋润我们 我们喝着火水 滋润我们的心 滋润我们的灵命 拯救我们的灵魂 祂是拯救我们灵魂的神 可是这些百姓 离开了 这一位活水源头的神 他们忘记了 烟花神怎么样带领 以色列的百姓离开埃及 他们忘记了 在旷野里面 神怎么样供应他们 神怎么样教训他们 神怎么样怜悯他们 带领他们 于干二净 完全忘记 因为日子太好过了 忘记 所以他们离去活水的权源 拒绝神了 第二件事 他们就是 以前 你如果去到以色列 他们是很少雨下的 所以每次去以色列 他们就说 请你们为以色列祷告 让我们有雨水 雨水对他们来说 是非常珍贵的 所以以前他们就 挖了好像那个土 看到吗 挖了一些井去把雨水储存起来 可是他们挖的那个土 雨水的那个池都已经破裂 根本都不能够储藏那个水的 根本就没有用 所以他们是靠自己的努力 完全是没有果效的 为什么会这么讲呢 为什么完全没有果效 他们靠的神是大有能力的神 你知道他们靠什么吗 我给你看这个图 犹大的罪 深深地激怒上帝 为什么 你看这些图 就是人手所做的 巴勒神 亚瑟拉 他们就是拜这些神 而且他们在耶路撒冷 全 耶路撒冷很多大街小巷 你如果去耶路撒冷 你也知道 他们的道路不是很宽的 大大小小 弯来弯去 很多的岔路 这个圣经是形容 耶利米苏十一章十三节形容 百姓为巴勒所住的坛 与耶路撒冷街道的树木相等 我不知道你们 西条湾 我听到什么 有一条路 两条路 三条路 四条路 就好像西条湾有多少条路 偶像就有多 那么多 庙也有那么多 是不是 可能比街道还多 这个就是当时的状况 第二点更可怕 他们把他们的儿子 怀胎几个 十个月的儿子 生出来献给巴勒 献身把他火烧 火生生地烧 把他们的儿女归给摩洛 他们是这样拜的 就是归给巴勒 归给摩洛 就是经火烧死 变成什么呀 那么可爱的孩子 拿去烧 他们认为 这个人手所做的巴勒神 会祝福他们 有雨下 有农业 这个摩洛 会祝福他们手头所做的 他们已经堕落到这个样子了 所以耶利米的时代 这五个王 是犹大的最后的40年的期间 最后的五个王的最败坏 道的最败坏的时刻 信仰最败坏的一个时期 所以神就在当时兴起耶利米 一直发出严厉的警告 严厉的警惕 警戒百姓 回归来转向神 可是他们不听 他们恶事作敬 如果你读 历代记下 最后那几章 还有猎王记下 最后几章 你就看到 刚才我所提的那五个王 他们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当然在五个王之中 约西是比较好的 其他的恶事作敬 他们做的事 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可是你知道吗 他们虽然行恶 他们还敢进入圣殿 进入圣殿的时候 这是耶和华的殿 这是耶和华的殿 所以神才那么的生气 甚至拆派耶利米 你去圣殿的前面读我的警告 传讲我的信息 所以那些去敬拜神的百姓 非常的讨厌 讨厌这个耶利米 他们嫌耶利米去拆台 他们去圣殿敬拜神 就好像你们今天来敬拜神 听到我讲警惕的信息 不懂你们高不高兴 我也不管你高不高兴 我这是祷告了很久才得到的信息 所以我相信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当然也对我说话 所以我们一信了主 我们完完全全要依靠祂 可是世界有很多的诱惑 世界有很多的东西 让我们可以依靠忘记了神 所以我们有时候是真的需要 神拆派一些人或者牧者或者先知 或者其他人来提醒我们 好了好了 不要耗神了 回来回来回来 他们的罪孽生到什么程度呢 他们的罪生到 耶利米书17章的第一节 生到罪孽雕刻在他们的心板了 生到雕刻在他们的弹脚上了 就是不可以脱落的了 不可以脱落的 就是意思意思说 他们一天不做而不行 他们不烧孩子不行 他们是全家人的 爸爸妈妈就带儿女去拜的 行淫啊 无恶不做的 他们已经成为生活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习惯 改不了的 所以深深的激怒了神 第二点我们看 犹大的罪 激怒神有几个经文 耶利米书4章22节 神是这么形容他们 这些百姓他们有智慧行恶 很聪明行恶 没有知识行善 有时我们看报纸 看到那些行骗的集团啊 那些骗子啊 他们真聪明 是不是 好聪明哦 这样都给他想出来 能够骗钱的哦 骗子都很聪明的 只是用错地方 神就这么地形容这些百姓 有聪明之为去行恶 他没有这个知识去行善 在耶利米书5章4节 又这么形容 他们不晓得耶法的作为 不晓得神的法则 他们是有神的律法的哦 他们不晓得 不晓得神的法则 就好像我们今天有圣经啊 不晓得耶法的作为 我有一次去服侍 一个外国来的弟兄 我就问他 弟兄你有读圣经吗 我看到 我看到异象 他腹部 他的圣经很小本 就是很少读圣的话 他说有有有有 我家很多圣经耶 我以为他穷 没有没有钱买圣经嘛 我有很多圣经啊 那你为什么这么少的圣经 我没有读的 我听的 我不懂有没有讲中你 圣经不是听的哦 你一定要读 听了很可能这里进 那边出 听是好 你不能用听圣经来取代读圣经 除非一个眼盲的人 你有眼镜嘛 圣经要摸的 圣经要读的 圣经要写的 你只是听 听没有 听不到 你可能download了很多的app 听啊听啊 你就以为读圣经 各位 这个是自欺欺人的 不是 你要下苦工 圆读 参考 写 串租 圣经是要读的 所以 为什么神的百姓 有圣经 却不明白神的作为 不明白神的法则 因为读到脑袋 没有读到心里面去 第三点 耶利米苏六章十九节 神这么形容 他们不听神的话 焉弃神 好了你不读了 神就派 先知 来跟你讲 牛不听 焉烦神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有很多圣经 你不读你是听圣经的 高兴就听 高兴就读一读 不高兴就不读 忙就不读 然后 有祖虫就来 听 还有又是讲这些 很烦 讲来讲就是讲 我被人嫌弃过的 我讲完到 有人问我 牧师啊 你知道吗 你所有的服饰都很好 你输了一点 我很安静 是啊 输在哪里啊 你讲就是讲这些悔改 我说谢谢你 谢谢你 我没有认错 因为从神来的我就讲 输在哪里 我跟谁比较 我输在哪里 我跟谁比较 讲到的人不用比较 忠心地传讲神的话 你忠心传讲神的话要勇气 脸皮要够厚 不用怕得罪人 因为我要取悦神 所以传讲信息是非常重要的 那天我被讲了 说我输了 为什么讲来讲去都是讲那些 因为没有悔改嘛 就是要讲啊 讲到悔改为止 对不对 就好像耶利米 你看耶利米整天都是讲 同样的 为什么要讲 没有悔改啊 不是讲 我又不能讲 你高兴的 你喜欢的 哎呀平安平安啊 好啊神爱你啊 明明知道你得罪神 没有读神的话 我当然是说有耳听的应当听啊 还好那天有一个牧师 他去听我讲道 他从来没去的 他那天去听我讲道 他发一个信息给我 牧师你今天讲得到很好 神的同在 给我一个很大的鼓励 我不是说要听赞美的话 两个不同的人听道 为什么一个说牧师你讲得很好 神同在 这是神的信息 另外一个讲你输了 为什么你讲这些 耳朵 最近师母是不是有讲 一篇道 教你们怎么听道的 为什么神常说有耳听的应当听 因为神明明知道 我们有耳朵听 听不到 不会听没有留心听 没有用心听 没有纯心听 一个耳朵开 一个耳朵是闭的 用心听 他们不听 耶利米苏八章十二节 他们个人随自己 玩梗的恶心做事 随心所欲 喜欢做什么都做什么了 不用问神的了 哎呀 反正他看不到的 反正他摸不着的 哎呀 反正我还平安 我又富裕 随自己的恶心 所以为什么耶利米苏的那个十七章 后半遍 说人性比万物都诡诈 因为他们不认为 那个是诡诈 他们不认为是得罪神 神在耶利米苏 我哪里有教你们把你们的儿女献给 拿去火烧献给巴黎 我从来没有这么对你们讲 为什么你们要这么做 他们听都不听 你看可恶吗 哦 虎可救药 然后呢 在第九章二十三节 他们因勇力和财务夸口 他们是挖好有钱 他们是欺压很多寡妇的 夸口 各位我们有没有因我们的财务夸口 因我们的勇力夸口 他们多次都拒绝神的警戒 真的很多次 耶利米真的不好受 他面对不害 面对囚禁 所以 先知是最不好做的 先知没有一个 你一定要问神的先知 否则你真的会得罪神 我没有教你开口 你为什么开口 所以你读耶利米书 你就看到一般的假先知 竟然去抵挡耶利米 谁才拍你来讲的 其实他们是在讲假语言 我告诉你 现在的末世 越来越会出现一个状况 真先知会变成假先知 假先知会变成真先知 真假难分 你怎么样去分 你要好好地思考 不要随便追随明目 有名气 那是真的吗 他有没有编制了 因为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吗 我们要谨慎 因为我自己经历过 我自己处理过 我曾经在一个国家服事 整个团队 都跟了非洲的一个 行神迹歧视的假先知 他说他是 歧视路那两个见证人 他就是其中一个 一听就知道不对劲 可是还是有人 老远从那个很大的国家 飞去非洲 认他做属灵父亲 属灵父亲按手 你们千万不要随便给 给他按手 属灵孩子 还要处理 回来要处理很多 整个教会都分散了 他们打电话来我服事 我服事了几个小时 安慰他们 为他们做征战 那个务术很强 因为他们回来觉得牧师 就不比别人好了 人家行神迹歧视的 人家又是讲 他是其中的一个见证人 牧师说你们不要去听 他们就抵挡 这个就分散了 非常的可怕 所以当时耶利米处理的也是一样样 他们的罪恶 升到耶利米一直哭求 又要警告 一直又伤又哭泣 他还跟神来挣扎 结果神怎么样跟耶利米说 好了好了 讲了两三次 你不要再为他们祷告了 这是很悲哀的 我自己也试过 我就为一些人祷告 我要领受 好了好了 他不会悔改了 你不用祷告 不要浪费时间 找另外的事情祷告 我都很震惊 我可以这么领受 如果我亡梗被你得罪神 别人为我祷告 也可能说 好了好了 你不要为Christmas祷告 他无药可救 这个我怕哦 你怕吗 我真的怕 好了 你不要为他祷告了 我怕 我怕 我们要敬畏神 耶利米他也 他挣扎的时候 神还跟他讲 即使现在 撒木耳 在我前面为他们代求 即使摩西为他们代求 我都不听啊 你知道摩西的代祷多厉害 摩西祷告到 也是为一些的百姓认罪认罪 哎呀你把我的名字 删除吧 生命车删除吧 你救他们吧 那后来神不是听摩西的话 拯救的百姓的吗 摩西是最有能力的代祷者 连摩西在前面为他们代祷 不听我不听了 不要祷告了 撒木耳也是 他的预言很精准的 他为扫罗祷告 你不要再为他祷告了 去做 去做我要你去做的 高末大卫王了 各位我们不要得罪神得到这个程度 说神会叫别人 停止为我们祷告 那是爱在 悲在 惨在 各位我们要好好的思想 犹大的罪既然这么的激怒神 跟我们有份爱 我没有拜巴利阿 我没有拜亚瑟拉 我没有把我的孩子烧给摩洛神 可是任何东西在我们心目中 在我们生命中 位置重要过神的 那全部都是偶像 就几个问题 你本身是不是你自己的偶像 你最大 你要全世界都环绕你 你要教会都迁就你 你全部都是我我我我我我 我我我我我我 我我我我我我我 全部都是我的出发 不爽的我就不来 不爽的我就不服事 如果是这样 你就是你自己的王了 是不是配偶 是不是你的孩子或者是你的家人 他们比神更重要 很多时候的 哎哟我孩子补戏啊 跳芭蕾舞啊 学钢琴啊 补戏啦 不能来教会啦 不能够让他们服事啦 听过很多 另外一些父母 哎让他们 他们一样考试啊 一样去敬拜 结果哇 7A 8A 9A 我也听过 还有你的专业知识 你的学位 你的学业名誉 你的权威 你的侍奉 或者你的产业 是不是 在你心目中比神更重要 你舍不得的 哇 我的学位这样哦 你叫我来服事神 我是专业人士哦 你有看到吗 很多的牧师他们都是放下他们的工程师 放下他们的医学博士 他们来 来服事神 有些人有恩招 他们放不下自己的学位 地位 没酒 是不是你都偶像 哎呦每天要喝两杯 不喝两杯 哪里睡得早 前场而已 各位 酒喝得多 你都迷乱了 酒啊 好可怕 你要思想一下 有美举 少不了有美女啊 哎哟 左边美女 右边酒瓶 哎哟爽啊 哎哟真是 神太祝福我了 多少的弟兄是这么跌倒的 信 哎呀没有痕迹嘛 老婆不知道 哎 哎 王军爷和华神 谦卑自己在天上看 他看了他记录在案 耶利米时代的百姓就是这样去行营 拜巴勒 他们是找妙记的呀 隔壁太太看上眼 又 又可以呀 那很可怕的 这个性泛滥 道德败坏 娱乐 以前没有娱乐 现在很多娱乐 哇手机一看哇 好好看咯 什么都看 穿衣服凉快的 没穿衣服的也看 或者是收藏品 收古董啊 有一些基督徒也很爱收古董 不懂你收什么了 总的一言就是收藏品 健身 最近不是报纸 一个好像是新闻从业员吧 摄影记者 他常常去健身 很爱健身 好年轻 突然心脏病死了 健身保不到健康的 当然健身很好 过分的嘛 于是一些东西过分了 宠物 我听过一个牧师 台上讲到吓我一跳 我家的狗啊 哎呦我跟太太啊 怎么怎么 很爱很爱狗 他没有孩子嘛 他讲到日本人 我恨日本人 哎呦 吓我一跳 哎呦他爱狗 他恨日本人 他那个咬牙切齿的恨 我是嘴啊 怜悯怜悯 让你给这个恩典 让他饶恕日本人 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嘛 那些日本人都不知道嘛 他们在最终饶恕他们吧 因为刚才我们读主导文 对不对 我们免人的债 免日本人的债吧 这边有没有老人家 免日本人的债 你可能经过战狼或者听你的父母讲 饶恕 免了他们的债 智能电话夺了多少人的心啊 社交媒体夺了多少人的心啊 这些都是偶像 电子游戏夺了多少孩子的心啊 社情网络 偷了多少人的心啊 电视局 也抢了很多基督徒的时间 赌博 股票 还有一个比特币 money money 珠宝 这些东西都会让我们的心 完全被吸走了 提出没什么的 慢慢慢慢 渐行渐远 出埃及记二十章三节 神很清楚讲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以有别的神 我们要审查 我心中有没有任何东西 比神更重要的 哥林多前书十章十四节 保罗欠勉 我所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 这个社情网络 你们要非常的谨慎 你知道吗 社情网络 马来西亚 其实是蛮高的 最近有一个报告我忘了 马来西亚的人 沉迷色情网络的人数 在亚洲前三名啊 更可怕的是 他们是看鸾童啊 小孩子那么可爱 怎么可以想到肮脏的东西 对小孩子 有东西有邪灵进去的那个人 他才会这样 为什么现在那么多的儿童失踪 因为很多人在拜巴勒啊 杀了孩子献给那些撒旦啊 这是真实的 报纸不会给你讲这些事情的 我们要不要祷告 很多父母也没有把孩子献给神 先给电话了 先给世界了 你要小心看你的孩子 他在电脑玩什么 看什么 我在最近有人就 给我一个信息 叫我帮助一个年轻人 我正在准备信息 我有心无力 这个年轻人他是工程师 给我信息的那个是一个医生 他说这个孩子怎么样帮助他 我一祷告 我当然有领受 因为陌生人我不好讲 后来我就索性打电话给这个医生 供他讲我的领受 他说是哦 因为他给色情网络捆住了好多年 他也是一个医生的孩子 他因为给这个色情网络捆了很多年 他出不来 你看一个大好的前途 他都远离神 我一看照片 远离神跟神没关系 我要怎样讲 所以有时候别人叫我发育员 我不好讲 因为我看见的未必是你所期待 听到的 我会得罪你 会冒犯你 所以不要随便叫我祷告 免得我得罪了你啊 你被冒犯了 哈哈哈哈 好吗 放我一马 我有话就会对你讲 第二次又来 我说我真的没有时间 他需要一个有为父的心的牧者 一个属灵长辈需要帮他 这是我的一个领受 你懂吗 我也服侍过一些 我真的很服侍这些给色情网络捆的 男男女女都有怎么办呢 绝对不能够把眼睛钉在那边 一秒都不可以 一看啪 关 一啪 关 这是一个很诡诈的东西来的 我们要非常的谨慎 有耳听的应当听 否则我不会强调这一点的 这个不但是男的 女的也看 女的也看 我也处理过一个 还没有结婚就发生关系了 男朋友说 身材好美喔 拍照喔 分手了 把他的照片分不出去 你说恐怖吗 姐妹们 听到吗 你没有结婚请你守身如玉 你不可以随便跟人发生关系的 太可怕了 怎么样去处理 很多的意志释放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我们要小心 我们真的是不要让这个世界夺了我们的心 正元十四章十二节 有一条路 人以为正 至终成为死亡之路 如果我们不蒙神的带领 不蒙神的引导开启 我们走啊走啊 还以为自己走在正路 怎么走到最后 哎哟 灭亡的 这个我们要很谨慎 约翰一书五章二十一节 也是 亲爱的孩子们 如果有什么会取代 上帝在你们心中的位置 你们就要远远地离开他 老约翰他在联脑的时候 他就 以他的经历 以他从神的一个领受 他就劝勉教会 劝勉 当时信耶稣的人 这句劝勉也适合对我们讲话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家人 如果任的东西在你心目中 取代了上帝在你心目中的位置 远远地避开他 不要让这个世界 夺了你的心 因为如果我们爱世界 爱父的心就不在里面了 因为这个世界 充满太多太多的 诛获了 我们一定要小心 我们问自己 犹大的罪我们有份吗 这个另外一个罪就是 自己挖那个水井 就是靠自己 不靠神 我们有没有这个倾向 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习惯了 靠自己的力量 习惯了靠自己的力气 靠自己的聪明智慧 去解决 你是不是知道 神叫你不要这么做 你却偏要去做坚持自己 的做法去做呢 我就讲这个 约西亚 约西亚王他一登位的时候 他是蛮好的 他就开始除去 犹大全地的很多的秋坛 巴黎的秋坛 亚瑟拉 甚至 在耶华的殿 也有那些 鸾铜的 的物质 那些 那些很多的偶像 他 他都拼除 所以好像表面 是会带来复兴了 那当时 耶利米都很高兴 就是支持他 可是 残除了这些偶像之后 耶利米就发现 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悔改 只是表面清楚而已 没有真正的接触悔改的国子 所以他 又再发出 严厉的警告 约西亚他的后年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决定 错误的决定 让他找死了 为什么呢 他本来是长命一点的 他就拒绝听神的话 因为他当时就率领军队 去抵挡埃及法老尼哥 当时法老王尼哥 他是要带军队去帮助亚述 打仗的 那这个约西亚他就自以为 法老王去帮助亚述 等一下亚述跟埃及 合作起来攻击我们 我们哪里逃啊 不行不行 我就率领军队去拦阻 这个埃及尼哥王 去帮助亚述 那个尼哥法老就说 神已经告诉我 我要这么做 你为什么要拦阻 你不要拦阻我 他就不听 他还不是穿那个王的草服 他换成一个装 以为别人认不出他 可是射尖手就偏偏射中他 他就死了 全国哀伤 本来不该死的嘛 他就死了 因为他相信他自己 很多时候你心靠你自己 我们就可能会闯祸 以为自己行 以为自己可以 这个就闯祸了 现在有很多的世界啊 我们国家 我们自己 会面对很多挑战 我们必须要做出决定的 当你做出一个决定的时候 我是劝勉你好好的寻求神 很多时候我们在做决定 我们听很多的专家 医生啊 专家啊 这个那个啊 当然也有问牧师 牧师当然也有很多的不同嘛 很多的类似嘛 偏偏没有问神 这是我最近的领受 因为我在寻求神 好多人推崇某某人 哇 专家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我真的很挣扎 我跪下来问神 神你觉得怎么样 我怎么样听 我很乱哦 每个人都讲 这样 那我怎么样 我领受一句话 他是专家 我是创造他的专家 我是专家的专家 有多少个人来问我意见 哦 好了 主 谢谢你 各位 你的神 我的神 是创造专家的那一位 宇宙大专家 哈利路亚 你不靠他 靠谁呢 问题是你要跟他建立关系 你跟他没关系 你听不到 不懂他的心意 不明白他的法则 你没有读启示录 你根本不知道摆在你面前的是一个什么的试探 是一个什么样的凶恶 你根本不知道 因为你不明白神的法则 你不明白神的律法 你不明白神的作为 你只是听这个听那个听那个 偏偏没有听上面那个 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他的灵住在你我的里面 为什么不靠他呢 为什么不寻求他呢 当然寻求他的 你会得到答案 你遵从他的意见 你就顺从他 你要付代价 因为顺从神 跟从神 忠于主 尾胜于主是必须要付出代价的 你要不要付出这样的代价 或者是你付出好像这个约西亚 靠自己的代价 或者是靠约雅敬 这个约雅敬 他坐在王宫 耶利米他在监狱写了一封信给他 警告他的 那些长官读给他听 约雅敬 敬拜的敬 约雅敬那个王 他听一听 就拿去烧掉了 多么的藐视先知 多么的骄傲 他后来怎么样死 他都不听耶利米的话 不投降巴比伦吗 去投靠埃及呢 这个不是死在战场 尸体都没有人帮他收 产死活该 为什么呢 他不听嘛 各位我们不要 不要这样 我们有听嘛 不听为付代价的 我宁可选择 听了神的 我付的那个代价 因为我在永恒中 见到他 如果你不听 你听了其他的 你可能 你在哪里 我不知道 我不敢讲 我自己都会怕 我要靠他 神不喜悦我们 倚靠人的力量的 诗篇118 8到9节 刚好在圣经的中间 什么 你倚靠耶利米他 甚为倚靠人 你倚靠上主 甚为倚靠权规 你可能说 我认识什么 外壁 权威 什么权柄 什么谁谁谁 各位 他们跟你没什么关系的 他自己只不一口气 这个气断了就没了 投靠自己的神 真言16章第9节 我们可以筹划自己的路 可是上帝上主指引我们的脚步 我们可以有很多的策略 很多很多的计划 神的意念总是高过我们的意念 以赛亚同样的 曾经警告过那些百姓 你们不要靠凡人啊 他们的气息那么的薄弱 能够给你们带来什么帮助 所以耶利米他宣告 你们不要靠自己 不要靠人 你们要倚靠神 因为倚靠主 倚靠神的有福了 这17章耶利米17章7到8节 但那些信靠上主 以上主为他们所盼望 所信赖的 这样的人是有福的 他们就像种在河般的树木 树根深入水中 这样的树不为炎热烦恼 也不担忧连续数月的干旱 他们的枝叶长青 不断地结出果实 就好像诗篇第一章 所以信靠上帝不靠自己 就是如同那个树栽在河水旁 干旱之年不挂虑的 饥荒不挂虑 因为神靠神吗 神已经想了 我们有预备不怕呀 不断地结果之 不断地那个树就长青 我们要定性质成为长青树 所以我现在要问你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请问你现在的生命 你在何处炸根 如果你的生命 你的根是炸在前途上的 就好像第一章图 你没有办法 进得起风吹雨晒的打击 没有办法 大风一来就断了 倒了 大雨一来也倒了 所以有神的话语会帮助你 第二如果你的根是炸在这个荆棘的 荆棘好阴凉啊 你看那个小草 在荆棘那边 它长不高的 因为很多的荆棘啊 好阴凉 可是呢一丝无成 我们是不是每天活活活 用用禄禄的 一丝无成 在神的国度没有奉献 没有长进 一成不变 是不是这样 你结不出果子 第三 如果你是炸根在这个溪水旁 河水旁 我们就必能够在这个困境中立稳 我们必能够在这个河边 具体的茂盛结果子 所以各位家人 你要选择 你要在哪里砸根 你要谨慎地选择 在何处砸根 在沙土上还是 还是在磐石上 因为你砸根之处呢 就是你立命安身的所在 关系你永恒的生命 你好好的思考哦 神不强迫人 你依靠祂必有福 这个就是结论 加拉太书 六章七到八节 不要被人误导 你们不可描述上帝的公正 你们种的是什么 收的也是什么 那些只满足 只为满足自己罪恶本性 而生活的人 必从自己罪恶的本性中 收取败坏和死亡 但那些为圣灵 为讨圣灵喜悦而生活的人 必从圣灵收取永生 这个是取自新普及一本 你可以读和和本 可是这个它很简单 就让人家看就明白 它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们今天种什么 以后就收什么 你在孩子的身上 种什么以后你得什么 你在教会种什么以后你得什么 你在世界种什么以后得什么 你在神的国度种什么 你会得什么 你所种的 官府你的永生 你的命定 你的立命之处 各位 你投资你的一生在神果 还是投资你的一生在这个世界 在你的事业 在你的很多很多其他取代神的 未知的一些东西呢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神 活水的圆土会滋润你 他还不断的光照你 活在他的光中 才能结出光明的果子 离开暗昧的事 我们要明白神的法则 如果在这个世纪 我们对神的心意还不明白 你的灵命已经亮起红灯了 因为很大很大的迷惑 会迷惑众百姓 不要讲世界的人 世界的人已经早都被迷惑了嘛 教会的人怎么可以被迷惑了 是因为不明白神的法则 不认识神的作为 以至于我们不能做先锋 以至于我们不能投靠神 信了神 有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大专家 专家的专家 我们却去投靠地上很多的专家 完全把这位宇宙万物的创造者 这位大专家放在一边 思考我所讲的 审思我所讲的 我们低头祷告 然后我就把时间交给牧师 天父上帝 你深爱你的百姓 主啊 你当年如何的爱 犹大的百姓 爱以色列的百姓 你不断的拆派不同的先知 一直对他们哭口婆心地说啊 劝勉啊 警告啊 提醒啊 警戒啊 责备啊 可是他们都不听 我们的神啊 我们求祢饶恕我们 主 如果我们当中也有这样的 得罪你的 随着自己的恶性去行事 我们有智慧去行恶 却没有去 为你的国度摆上我们该摆的 我们求祢饶恕赦免 主 我们说我们要带着一个敬畏主的心 敬畏上帝的心 珍惜我们目前寄居在世的日子 因为摆在我们前面 有好多好多的挑战 是你的百姓还不知道的 很多很多的凶恶 试探 是你的百姓都还不明白的 主啊 愿你的百姓有个可慕主的心 查考你的身经 援渡你的身经 把你的话语吃进去 不是读在脑袋 乃是吃进生命里面 活出来 要有智慧 学习做一个属灵人 主 我们说我们把一生 我们投资在神的国度 主 主求你帮助我们 去除我们里面心中一切的偶像 主 让我们破除里面的偶像 活着为你 死也为了你 愿这一番道 主啊 能够反复思考 在众家人的心目中 盆悬 思考 回应 翻转他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人做不到的 在神 你完全可以做到 愿每一个或讲或听的 都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主 来雕缩 来摸缩 来塑造 让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一个 容神异人的一个器皿 愿神的话语祝福大家 奉耶稣基督领导个Amen 把时间交给牧师 帝兄姐妹 让我们一起起立 来唱回应诗歌 圣哉全能神 全能主 圣哉全能主 阿里路耶 我们要诞美我们的生 神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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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君子耶和华 喜哉 金哉 以后永哉 神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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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君子耶和华 喜哉 金哉 以后永哉 全地充满了 祂的荣耀 全地充满了 祂的荣耀 全地充满了 祂的荣耀 神哉 全能处 神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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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君子耶和华 喜哉 金哉 以后永哉 全地充满了 祂的荣耀 全地充满了 祂的荣耀 全地充满了 祂的荣耀 全体充满了他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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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在全能处 若见根骨缠在身 坐在高高的宝座 从他面前有火 像荷花树 时封他的有浅浅 势力在他面前有弯弯 他写已散开 他要死心胜盘 全体充满了他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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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iously拉着他 括なんです 尉 全体充满了felt 为靠高阳的血 将罪再换起 修祢是恩怜悯 将下灵活解析 依旨像破碎 痛悔的心 神我得罪了你 不知不认识你 为好高阳的血 将罪再换起 求祢是恩怜悯 将下灵活解析 抑制着破碎 痛悔的心 神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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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剑根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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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 天天有万万 安全已展开 祂要死心生态 全地冲满了 祂的荣耀 全地冲满了 祂的荣耀 全地冲满了 祂的荣耀 神在前面处 全地冲满了 祂的荣耀 全地冲满了 祂的荣耀 全地冲满了 祂的荣耀 神在前面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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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在 神在神在 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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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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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能的主 全能的王 全能的神 我们尊重祢 我们把一切最高的荣耀尊贵全名 完全归给祢 祢完全可以的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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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在神在 神在神在 耶稣 神在神在 神在神在 阿爸父 哈利路亚 尊重你 万望之王 你陪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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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放在你的心 你说你愿意把你的心献给 这位爱我们的神 祂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我们难道不配为祂活吗 我们甚至愿意为祂死 为什么你为世界活 如果神没有感动 我不可能讲这篇信息 我祷告了很久 我也不想讲 各位你知道你是何等的蒙福吗 我们珍惜这个福分 珍惜这个浩瀚的救恩 我们不能够让世界夺取我们的心 我们不能够让任何东西取代的事 祂配得在我们什么一种摆上地位 神啊 你看你的儿女 他们说他们愿意把他们的心重新归向你 主 这是你所要的 你要他们的心 不是要他们聪明的脑袋 你不是要他们的奉献 你要他们的心 主啊 让他们带着一个敬畏主的心 主啊 这首敬拜的歌 让我们想起单一里 他实实在在看到暗卷展开 你要实行神 总有一天我们会面对你 主啊 让我们到时有勇气面对你 有喜乐来面对你 不是满年的羞愧 主啊 求你来怜悯 主啊 我把每一个家人 弟兄姐妹都带到你的面前 主啊 他们有声无声的祷告 他们的挣扎你都知道 主啊 求你怜悯 求你家庭你的恩典怜悯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实在是非常宛若 很多的试探我们都不知道 有时情不自禁就掉下去 主啊 求你救拔这里每一个家人 主啊 让我们有一天我们在天堂 我们可以前面欢喜快乐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主 我们不能为任何的事情 拾去天上的美好的福分 那么大的荣耀 主啊 从你一直想摔掉我们 你却一直扶持我们 让我们有一个真爱主的心 借助果子来荣耀 主啊 我们谢谢你 把我们的心摆正 我们的心摆正 我们的路才正 我们的心摆正 我们的方向才正 我们的心摆正 我们的重点才正 主耶稣 我们的重点就是要接你的面 我们不要走岔路 让我们愿意舍弃自己 背弃十字架 天天跟从你 主啊 我们谢谢你莫大的恩典 拯救了我们 可是我们也知道 这个宅门是要努力进去的 让我们真的是切尽所能 尽心尽心尽意尽力 爱主我们的神 我们还要爱人如己 祷告 守望 代求 更要在教会学习披子相爱 因为你现在就是查验我们 爱神爱人的心 通过考验的 主啊 你就会来管教 主啊 你通过你的师徒保留说服 爱主的可奏可主 主啊 愿我们能够有恩典 能够得胜脱离枪的咒诅 恢复我们爱主的心 恢复我们爱人的心 给我们个火热爱灵魂的心 给我们火热更宠足的心 哈利路亚 主祢激动我们 主祢瞧望我们里面那个爱我 宠然 一切的冷淡退后 封耶稣记彻着捆绑 粉碎 败坏 离开我的家人 离开这个教会 而一切的冷淡退后 离开 离开 不冷不热都离开 主啊 我们说不要从你的嘴中 把门吐出来 主 你要把门吞下去 我们是属于你的 我们在你的身体里面 我们完完全全成为你的里面的一部分 主耶稣帮助我们 救我们救到你 主啊 让我们天天警戒 祢在主导文所教导我们的 让我们活出主导文的精髓 主 我们谢谢祢 我们把一切的尊贵荣耀 颂扬全并完全交给祢 祢自己带领每一个家人 走这条永生的道路 直到见祢面为主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我们唱Amen song 我们唱Amen song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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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们请坐 让我们带着这一个宝贵的信息 这一份的感动 依靠我们的主 永远张力得稳 愿上帝祝福大家 大家可以平安上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